那就在全部函數裡面找到那個 或者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這個isBlank 就是在b欄的資料是不是空白的 按確定 然後value就是b1 b2 因為他旁邊這個就現在是第二列 b2裡面 如果裡面是空白的話 那我就這邊按確定 游標再移回去 移回去之後因為公司還沒完成嘛 所以移到if的地方再插入函數 如果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就給空字串 反之的話就把剛剛的減下的公式貼回去就可以 也就是說if如果還要再判斷的話呢 那就再減下再貼回去 我的習慣是用減下貼上這一招感覺還蠻ok的 因為 你就不避免錯誤了 減下貼上之後的話 那如果他裡面是空的 就是在b欄 旁邊沒有資料的話 就顯示空白 如果有資料的話 那就把裡面的編號顯示出來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點兩下 也是一樣填滿 不過將來的話 我希望 我們這個地方假設 這邊賣個茶好了 茶 然後他的邊 他的單價都一樣 都是499 如果說你現在 填入的時候呢 要讓他自動顯示 特別注意 你就是還要怎麼樣 再往下填滿 填滿到多少 你可以一個預設值啦 假設說你可能 將來的比數會 大概2500 2500比好了 那你就先拖拉個2500比 但如果說你預設有100萬 100 100萬比你就往下填填到最下面 然後呢 這個地方因為我預設已經有填滿了 所以呢 將來 我在填一個資料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填一個茶 他就自動怎麼樣 會出現一個編號 然後數量多少 數量 5個好了 那 裡面的金額就自動會算出來 那 這個是哪個區域呢 隨便給他一個區域 中 OK 好那如果再一筆的話 假設我這邊在 同樣資料再一筆 他就還是會增加一個編號 不過呢你會發現 輸入的時候實際上還是很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輸入之後的話 他還是怎麼樣呢 他還是要 還是要 要再 再做一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 那所以這個地方實際上你可以做出一個表單 用填寫資料的方法 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那第一個請各位先試試看 函數的方法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 做那個用Raw函數跟Test函數做 一個編號 然後呢 再利用那個 判斷如果旁邊裡面有資料的話再顯示 我們的編號 OK 那等一下的話也試試看就說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如果我今天 將來呢 覺得這個方法不太好 為什麼因為 這個還是要寫 寫這個函數 如果我將來希望按個按鈕 這個按鈕上面叫自動編號 按下編號自動幫我全部編號完畢 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來試試試看喔 謝謝 謝謝 來